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咱们用白萝卜做个好吃又解馋的美食 清洗干净的白萝卜可以不用去皮 去除头尾,放一旁备用 准备300克肉馅,放入葱花,少许生抽 少许白胡椒粉,适量食盐 再打入一个蛋清 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至肉馅上劲 做菜剩下的两颗蛋黄正好可以用上 加入60克面粉,30克淀粉,加入少许食盐 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 搅拌成这种稍微粘稠的面糊备用 取出我们准备好的白萝卜 像这样两刀一切断 中间一刀可以切的稍微深一些 这样夹的肉馅会更多 切好之后像这个样子就可以 中间夹上我们调好的肉馅 可以塞的尽量满一些 再裹上一层面糊 锅中多倒些油 油温烧至四成热,下锅炸一下 炸至浮起后一定要勤翻面 全程中小火炸至,油温不要太高 防止表皮炸糊了,里面的肉馅还没有熟透 反复翻面,炸至完全浮起表皮金黄即可控油捞出 我们的萝卜盒子就做好了 因为表皮裹上了面糊 预热后会迅速的定型浇化 里面一点也不油腻 馅料也是特别的鲜味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